小青蛙 顶呱呱 来 表演个节目 大家好 我的雷哥 今天爸妈不在家 我要出去搞事情 爬 爬 爬起来 一把弓箭 这是我的强项 射箭 搞定 得积分 我们继续爬 前面有个陀螺 哦 转起来 转 转 转 哦 转得不是很快 小猫咪 把奶撒了 再舔 有危险 我们不过去 要过去 他以为和他抢奶喝 好 我们继续爬 哇 青蛙 帅气的青蛙 来 编个节目青蛙 快点嘛 不要太羞饰 把你的帽子戴上 开始 哦 太帅了 青蛙先生 哦 再来一个 这么短 还没看够呢 再把帽子 你的小帽子戴上 哦 太帅了 让我爬床 我不爬 太危险了 我恐高 奥特曼 昨天 你没有打过怪兽 今天你能不能 给力一把 打他 哦 失望你的技能 还不行 看怎么才能 打败怪兽呢 需要想点办法啦 等我下一期想一想 我们昨天 我把这个车 在这个圈里跑来跑去 今天 我得有难度的 飞越障碍物 好 准备 好 准备 完美 我们再多安排一辆车 一块飞 看什么情况 第一辆 成功 第二辆 准备 成功 第三辆 准备卡车 看能不能飞起来 哦 飞偏了 卡车需要努力啊 飞机 我们家不装了啊 不能再低调了 摊牌了 我们家不但有 小汽车 卡车 还有飞机 这是谁的房间呢 从鞋子来看 应该是我姐姐的房间 看看我姐姐房间里 有什么好玩的呢 首先是一座火山 如何让火山喷发 我们倒入这个物体 看效果如何 火山喷发了 岩浆溢出来了 这就是模拟火山扑发的过程 哇 太酷了 非常完美 除了火山还有什么 姐姐还是一位 超级天文爱好者 宇航迷 看到吗 地球仪 宇航员 飞起来 从小我有一个宇航梦 希望有一套衣服 能够在任何地方 随便起飞 太酷了 连车都不需要 直接穿上它 任意分享 好 我们继续前行 这边有个帽子 电话停 我戴一下帽子 哎 挡我的视线了 哦 上面还有蝴蝶 被子没有蝶 我的姐姐比较懒 小白兔的棉拖鞋 我问未来 嗯 有股咸鱼的味道 继续往上爬 哎 哇 这有什么好玩的呢 飞碟 哦 除了宇航员 火山还有飞碟 看我们家里的条件 都有了 下一步把太空子也搬进来 这是什么 哇 这是什么 万花筒 哦 太神奇了 趁姐不在家 我要把她的玩具 搬到我的房间去 在我左手边 灯上有一个猪 猪的旁边是超人 右手边 这边是奥特曼海报 这款游戏名叫 婴儿手 我叫她 熊孩子 或者说是 玩具 总动员 你感觉哪个名字好听呢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一个 关注留言 收藏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